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通路他们都推出自由品牌 上次量饭店超市超商都是这样子 过去呢大家都喜欢打价格战嘛 低价就好 不过现在呢已经变成了种植 不要再走低价风了 上次加勒福他们就吸手滑线空厨 推出六款自由品牌的冷冻条理餐 主打的是无添加 是冷冻市场非常罕见的标准 而爱买同样也是 自由品牌的双品也很多元 相续冲泡的速食面冷冻食品 调理包通通都有 也强调经过了SGS的唱歌认证 平均每年可以创造上亿的业绩 店员忙着补货 仔细看品牌有点陌生 在其他通路没有看过 原来这竟然是超市另类营收 金鸡母 来到超市的货架上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跟其他的超商超市 还有其他品牌的通路商都卖的都差不多 不过超市业者首创这种自由品牌 以零食而言呢 其实跟外面卖的都差不多 只是主打高CP值 以连锁超市而言 店内商品价钱本来就很清明 如今更打造三大自由品牌 从冷冻食品到日用品类 合计近300项商品 其中水最便宜一贯只要6元 所有自由商品占营收来到10% 行销费用和一些包装啊的一些材料费 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掌控的 所以其实他的毛利的话是 我们自己可以抓的会是比较 稍微弹性比较多一点点 一条龙经营毛利率也相对高 两万业者当然不能放过 创立自由品牌 共有超过千项商品 进口国产应有尽有 最近更将自由品牌升级 洗手空除业者打造冷冻料理餐 朱大吴天佳以2019年而言 光自由品牌营收就有超过70亿元 又比去年同期成长50% 商机庞大 超商也要抢 各种饮料后加上一字排开 其中蒙命水就是超商的自由品牌 而且还是销售王 每天能卖上上万瓶 这几年超商积极发展自由品牌 2019年业绩约30亿 占整体约5% 他本身通路其实可以省下一般上架的费用 那这些上架费用如果省下来后 其实可以回到他的价格 或是他本质里面 所以这对于他的竞价来讲 也是一个蛮大的优势 通路抢自由品牌销售上充满优势 新世代的策略 从以往的价格战升级为价值战 产品不只要便宜还要求品质 用高CP值与大众品牌竞争 三选许之雄方向 TAPDOT